我們由下而上 上面也不會清啊 因為說真的啦 其實我們的小雞很焦慮 支持者也很焦慮啦 小雞講都沒有用嗎 當然沒有用 當然沒有用 其實其實不用我們小雞講 我們只要出去走一走 所有支持者都說你們到底要幹嘛 那所以到底要幹嘛 就是想說你們先吵完 11月我們再來看 所以導致於這三個人 就是不管是郭 侯 柯 民調都下來 那倒不是說賴清德做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賴清德做什麼事 但是我們支持者就是覺得煩的嘛 所以表態率越來越低 那相對來講的話 賴清德民調就越來越高 他的民調高是因為 我們這邊支持者失望 跟不想理會的關係 所以我相信有智慧者如郭 柯 侯 他們也看得到 但現在就是陷入一個死局在裡面 就是三個人都想要做老大嘛 所以當然就沒辦法談嘛 這個是關鍵 那我是覺得郭台銘 他這次出來 其實有很多矛盾的點 我覺得還是建議他把他講清楚 不然對於他要整合也是不利啊 像我也是支持整合派嘛 因為畢竟三個民調都比較低 如果能夠整合一組 大家才會士氣大震嘛 才會出來投票嘛 才會往前衝嘛 如果讓大家覺得都不會當選的話 那很多人就會覺得 不想出來投票 也會影響到我們小姬 那所以郭台銘 如果你的重點是出來整合 也許大家會支持你 可是你要說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現在開始連署了 連署你的目的是為了要衝你的民調 然後他的講法是說 如果他不連署 另外兩個也不會想理他 所以他先連署人家才會理他 好 那問題來了 那連署的最後一天是十一月二號 你必須要交建 對不對 如果在十一月二號以前 郭台銘沒有辦法整合另外兩組人的話 那到底他不要選 這是他必須要回答的問題 那假設他的民調很低 我想他是不會去選 那他如果民調 他到因為我有跟黃氏又問過了 他的意思是說 到時候如果郭台銘的民調衝到 這三個裡面最高 然後另外兩個還不願意來整合的話 那他去登記的話 那就不是我們郭台銘的問題囉 是柯文哲跟侯友的問題 責任在他們就不在國 但問題是這個 這個還是跟他出來參選矛盾啊 因為這樣還是變成四卡都啊 四卡都就是不會贏啊 所以這個矛盾 我認為郭台銘要講清楚 他甚至說 我就出來我就要衝 能夠整合成功 我就不能成功 整合成功的話 我就不選 或是說要一個機制 大家來談那個機制是什麼 如果沒有的話 現在這個就是一個僵局在那邊 因為最後的機制一定是民調吧 對啊 最後的機制一定是民調 因為黃氏又這兩天 不斷在媒體上面專訪 當你只要問到他說 那如果要是民調低 郭總退不退 他不會回答你這個問題 他只會跟你說郭有自信 每個人也有自信啊 你現在問這裡面 每一個人誰最帥 每個人都說自己最帥 他就這麼簡單啊 可是你要回答這些問題啊 可是你剛剛講那些問題 剛才為什麼會聊到這個 因為原則郭一定希望自己的連署 能夠衝到一百萬分 兩百萬分 黃氏又也喊一百 OK 那但是他的說詞 怎麼樣能夠讓越多人 幫他來連署越好 我說了我不見得 我整合成功我就不見得送 那我為什麼要幫你連署 我只是來給你當作一個籌碼跟工具嗎 可是換一個角度來看 這種說法 是不是要拉更多的藍營來幫我連署 為什麼 我只要連署分數高過一百 我就有把握柯跟猴 不能不來跟我談 這才有機會連署成功 我如果用這樣的角度講 來應的人要不要盡量來幫我連署 因為我如果連署只有三十萬分 他們兩個根本不理我啊 到最後就分裂啊 對 你知道這個詞怎麼講 你知道你要怎麼樣 郭現在的想法一定是 這兩天大家聽到的那個談法 根本不會真的談成嘛 對不對 或者我連大門進了大門 到了大廳連家門都進不了 這個根本沒有真的要談嘛 一定要等到我拿到了那個分數的籌碼 你們才會願意跟我談啊 對沒有錯 所以他如果出來重點是要整合的話 他有一個訴求讓大家願意支持他 是嗎 譬如說你說我的連署數量衝高的話 我有整合籌碼 那支持整合的人就會去幫他連署 那你如果你要整合 但是又沒有整合的樣子 要整合就是做大哥嘛 沒有做大哥的樣子 那誰要去幫你連署 可是怕一種大哥就是 我就是永遠的大哥 對 你們再怎麼樣都只能夠跟隨我 那我的名字是不可能變成第二 那怎麼辦 如果說譬如說他的訴求是說 我要衝高 然後我要去登記 沒有整合成功 我也要去登記 那我覺得沒有什麼要幫他連署 因為你是要整合的嘛 所以關鍵是郭他到底怎麼想 我是建議他真的要把這個講清楚 否則的話那連署 真的就只能透過超能力 那所以大家才講說那怎麼辦 這變成一個死局了 如果郭這樣搞 他是看起來唯一好像在推動整合的人 然後他也推動不下去 那不是變成死局嗎 死局就是蕭虎哥 你剛剛講的那個天龍八部裡面 那個叫真龍棋局嘛 那個真龍棋局就是逍遙派掌門人 無牙子嘛 射的嘛 因為他這個他變成一個廢人 但他武功還是很高超 所以他要找一個土地 所以他弄了一個圍棋 誰能夠破這個棋局呢 他就要把必勝功力穿給他 但是呢那個棋局呢 很多人都想要去破 像那個武俠角座裡面的 那個段譽啊 段延慶啊 孤蘇慕隆都想去破 但每一個人都心有掛愛 對不對 那個段譽呢 他是因為一直偷看王羽焉 他信不在焉 只在焉 他幹嘛偷看王羽 只在王羽 就是王羽焉旁邊 心有掛愛 對不對 然後那個段延慶充滿仇恨 然後孤蘇慕隆只想佈國 所以呢沒有一個人可以破 但是後來被驅逐破 驅逐是一個醜和尚 無語無求這樣子 然後用自他式的下棋方式 居然破了 所以呢每一個人 假設都有所求的話 這個棋局是破不了了 所以韓國瑜是無所求 對 無所求 無所求 而且呢是 是有一個制高點在那邊的 你看韓國瑜的形象 跟驅逐也蠻像的 對不對 所以韓國瑜來找大家談 就是說韓國瑜用他的角度 跟大家講 現在不是chicken game 不是膽小鬼賽局 大家在那邊看誰先膽小 沒有沒有用 要納許平衡 每一個人除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之外 還要考慮到團體的利益 韓國瑜會不會早點出來 我的意思說 最近這一次還不出來嗎 你如果等到郭開始發動聯署 如果他的聯署分數 真的到了一百萬 你覺得郭就算韓出來 要做湯科他會理嗎 當然也要有人去拜託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個性是這樣 他已經離開 算是半退休 離開政壇狀態 沒有人去請他出來 他也不會無緣故跳進來 所以當然黨中央 如果認為韓國瑜是一個 適合人選要請他 其實這個以前在我們 國民黨的發展史上 也有發生過 以前有李登輝跟林陽港 兩個人都想選總統 江執福下 後來也是有七大公八大公出來協調 那現在誰最能夠扮演這個角色 韓國瑜為什麼 因為柯侯跟郭跟他都有交情啊 柯文哲以前是跟韓國瑜共識過嘛 那侯侯儀跟韓國瑜 現在也算是和解了嘛 那郭台銘跟韓國瑜 郭台銘也是有拜託韓國瑜 所以韓國瑜是有制高點的 不然大家為什麼都要去拜託他 所以由他來做一個湯科 把他摳過來 至少聊一聊 然後放下直劍 大我大一點 小我小一點 我覺得這個局才有可能破